這就是我第一次截停孔大威的車子 如果孔大威他真的靜靜記下 陳振才家門口的密碼 而他又知道星期日 就只剩下他老婆馬維敏一個人在家 這就是下手最好的時機 得手之後 你認為他第一時間會做什麼? 找人接莊 你覺得他當時一定很趕 一時不為意,自己碰到安全的燈箱 自己也不知道,下車 司機,麻煩一時適時 拿駕駛執照和身分證出來 好,你等等,Sir 那包是什麼? 我不知道 鵝肉 送兵回來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牛高馬大, 怎麼記得你這麼壞 還說交通境了 你們是警方證物, 放下 你樣子很貪心 當時我的確有拿起項鍊來看 但各位警察大喝一聲, 放下 我就已經立刻放下了 你還記得當時還有什麼人 拿起這袋珠寶嗎? Sir, 我只是勞過 這麼多人圍著, 你以為我每個人都認識嗎 你還記得袋子裡有什麼東西? 一條頸鍊, 一對耳環 就是這麼多, 還有其他嗎? 沒有, 我知道的事都告訴你 謝謝你合作, 走了, 跟我來 明明一套珠寶就一套四件 為什麼光是不見了一隻戒指 其他東西又回到這裡呢? 對了, 拆裝成套裝, 價錢高很多 對吧? 你說會不會犯案有其他人在呢? 我又不信你, 你又不信我 那大家一人分一點, 保持住 大家也比較穩固 怎麼了? 你還怕自己拉錯空大威嗎? 不是, 查案的事是不可以有預設立場的 你經常都教我 要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的, 是不是? 當然了 現在就來個大膽假設 假設他們有同黨 真的? 去過陳振才家, 聽到他老婆 馬維敏跟人家說電話 說星期日會做臉書的人 除了孔大威之外, 還有一個人 就是你的前輩, 上少 來, 感謝兄弟 感謝… 加油… 大鬼人, 我的腦袋不知敵 想去給你們買試煙 誰知道裡面報紙也有 連木稅也有 將假煙當是試煙賣 那就搞錯了我們的派對